第七十八集 锦绣看白慧都哭了,不免对银柳有些生气。 大家都是姐妹,平素都好好的,这又是何苦? 又递了帕子给白慧擦眼泪。 快别哭了,待会儿叫人看见还以为出了什么事,你若是心情不好,今晚我替你去当职吧。 银柳刚压下去的火气,又叫锦绣给勾了起来,嘲讽道。 锦绣,你就别自作多情了,抢了人家的好拆事,当心人家心里恼了你。 白慧哭道,我知道你们是二少奶奶跟前得意的,就了不起了,巴不得我们这些人都滚远远的,指你们俩去伺候主子。 好,我这便请辞去,让二少奶奶打发了我,好随了你们的心。 说着,就要下抗往外去,锦绣连忙拉住她。 白慧姐,你莫要糊涂了,咱们都是牵了死气的人,哪有请辞这回事? 再说,你又没做错什么,何苦为旁人一句闲话,就不管不顾,岂不是含了主子的心? 玉蓉脸的银柳一言,叫你忍耐忍耐,你偏这么多话。 不过白慧开口闭口,你们我们的,明摆着是在挑拨是非,叫人听不下去,便道。 白慧姐,我和银柳是跟着二少奶奶过来的,可二少奶奶从未因此就偏袒着我跟银柳。 二少奶奶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,你这样说,二少奶奶听见了,那可真要寒心了。 白慧自知誓言,自己的虔诚命运都在二少奶奶手上捏着,在这单口,若是得罪了二少奶奶,岂非坏事? 唏嘘道。 我哪敢对二少奶奶不敬,实在是银柳的话太气人了。 外头云莺道。 二少爷和二少奶奶回来了。 玉蓉吉道。 锦绣,你先跟我去伺候。 白慧,你赶紧用热帕子敷了眼睛再来。 林楠和李明运回到房间,见没人来伺候,林楠便问如意。 今日玉蓉和白慧当职吧。 如意把风灯熄了,放着妥当,边回当。 是的,奴婢这就过去瞧瞧,许是他们以为二少爷和二少奶奶没这么快回来,忙别的事去了吧。 须语,玉蓉和锦绣过来。 玉蓉去伺候二少爷更衣,锦绣伺候二少奶奶卸妆。 林楠看锦绣神色不定,淡淡道。 今日怎么是你过来了,白慧呢? 锦绣知悟道。 白慧刚才肚子痛,奴婢先替她一阵。 林楠默默不以为意。 林明宇换了身衣裳,洗漱后出来,玉蓉道。 贵嫂炖了胡桃当花羹,要不要奴婢去端来? 正说着,白慧掀了帘子进来,手里捧了一个托盘,柔声道。 这是刚炖好的胡桃当花羹,二少爷和二少奶奶喝一碗暖暖身子吧。 林楠看了眼白慧,见她双眼微红,像是哭过了。 再看玉蓉,玉蓉低了眼,林楠玩耳道。 放着吧,林明宇却淡淡道。 已经洗漱过了,不吃这些甜食了,玉蓉,去漆杯热茶来。 玉蓉应声,去漆茶,白慧不由得神所微弃。 林楠暗叹一气。 你先下去吧,这里不用伺候了。 锦绣扶神告退,见白慧还正在那里,便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袖。 白慧这才屈膝行礼,跟锦绣一道退下。 玉蓉吸了热茶来,放在二少爷面前,林楠道。 玉蓉,伺候我更衣。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镜房。 白慧怎么了? 林楠问,玉蓉善善道。 没什么。 林楠大眼一脸。 你还瞒我? 玉蓉忙道。 奴婢不敢,也不知银柳先前什么事,惹了白慧,让人口假了几句。 林楠了然,定是银柳之前讽刺白慧,给明允做棉衣之事。 白慧不高兴了,便吩咐道。 你让银柳别多事,大过年的,别招不痛快。 白慧的事,我自有安排。 玉蓉嘀嘀道。 奴婢知道了。 等林楠出来,林明允已经上床看书,玉蓉在火盘里添了些烫火,我忘了,方才退下。 林楠要上床,林明允道。 你睡里边吧,我在外头好看会儿书。 不要,你睡过的地方暖和。 林楠把他往里推,林明允只得往里让。 林楠拉了他一只手枕着,依偎在他怀里。 林明允和尚书,放到一边,将他抱紧了些。 你的手总是这么冷。 男数羊,女数阴,女人本来就怕冷些。 林楠把手塞进他的衣服里取暖,引得他倒抽一口凉气。 刘姨娘的病。 他默然片刻后问道。 林楠郁郁道。 老巫婆给他下了毒,应该是水银,用量很少,导致慢性中毒。 若是再持些发现,只怕刘姨娘以后再难生育。 若是他计量控制不好,出人命也是可能的。 他的呼吸一致,隔着衣衫握着林楠的手,不由地紧了紧。 这人太狠毒了。 宁河堂里,韩世神情艳艳地歪在炕上,心烦意乱地不住哀声叹气。 哎呀,这回怕是躲不过了。 江妈妈一时心神不宁,是才翠枝的妹妹翠平来抱,说是老爷请了华大夫来,为刘姨娘看病。 华家,那是医学世家,一门三太医,名震天下。 华大夫一数精湛,夫人那点伎俩,怕是瞒不过了。 夫人稍安勿躁,咱们下得药量极轻,那大夫说,还需再下几回,方有轻微症状出现。 华大夫不一定能诊断出来。 江妈妈自欺欺人道,韩世三分忧远,七分愤慨道。 没想到老爷,为了个贱臂,居然请来华大夫。 不管怎样,咱们还是先做好最坏打算,实在不行。 江妈妈眼中省过一道寒芒。 韩世忧心忡忡。 这种事,不是挨几板子就能解决的,他未必肯顶罪。 你要做好防范,最好莫让他开口。 江妈妈眼中,韩芒更盛。 老奴知晓。 夫人,翠平来了。 春兴在外禀道,韩世猛地坐直了身子, 俯了俯变发,捋平了衣巾,沉声道。 让他进来。 翠平低着头走进来,回道。 华大夫已经离去,老爷又传了二少奶奶过去, 给刘姨娘看病。 鼻子问过阿进,阿进说, 隐约听到华大夫说什么中毒。 翠平掠过了,差点被二少奶奶撞见, 他去找阿进的事。 出了这样大的纰漏,夫人知道了, 定不会饶她的。 韩世顿时脸色煞白, 只觉脑仁一抽一抽的, 声音有些飘忽道。 再去探。 是。 翠平低低应着,又忙退了出去。 院子里,翠只趁着四下无人, 一把将翠平扯到柱子后, 压低了声音问道。 夫人拆钱你做何事去了? 翠平见姐姐一脸慌张, 心里也很害怕。 夫人命我去刘姨娘处打探消息, 可是刚才似乎被二少奶奶撞见了。 翠只面色一宁。 你确定? 翠只惶惶。 二少奶奶是瞧见我了, 不过我闪得快, 她兴许没瞧清楚是谁。 翠只忧心倒。 我在夫人身边伺候多年, 夫人的性子我很清楚, 用得到的时候, 可以许你很多好处, 一旦用不上, 下手比谁都狠。 我是整日地提心吊胆, 生怕夫人让我去做些不好的事。 如今, 你也卷了进来。 翠平先有期期道, 我只是帮她打探消息, 应该没什么要紧的吧。 怎不要紧, 若是你败露了行径, 老爷头一个会拿你开刀, 所以你请小心着点。 翠只郑重地警告她, 翠平连连点头。 我知道了, 我会小心的。 翠只看着妹妹消失在夜幕中, 怅然叹息, 受夫人重用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屋里, 韩氏紧咬着下唇, 沉默着, 江妈妈一旁神色坠坠, 不敢打扰, 屋子里一片死寂。 梁九, 韩氏道, 江妈妈, 你去安排一下。 江妈妈心神领会, 老农明白, 今夜就动手。 韩氏抬眼, 目光虚芒, 颓然道。 真是诸事不利, 诸事不利呀。 江妈妈小声道, 夫人, 正月里, 是不是去香山寺上个香? 韩氏叹道, 是该去拜拜菩萨了, 希望菩萨保佑来年能平顺些。 又过了差不多两课中, 翠平来报, 说二少奶奶诊断为公寒, 老爷命阿进去抓药了。 韩氏和江妈妈面面相去, 有些不敢相信。 你问仔细了? 翠平道, 奴婢是听阿进说的, 她让奴婢回夫人, 她去抓药的时候会证实一下, 药方子是不是致公寒之正的。 韩氏心头一松, 微微汗手。 你做得很好, 江妈妈, 把我那串红珊瑚手串赏给她。 江妈妈也是长舒一口气, 笑呵呵地去夫人的庄帘里, 拿了手串来赏给翠平。 好好替夫人做事, 少不了你的好处。 翠平得了赏赐, 欢喜地谢过, 退了下去。 哼, 连男孩自诩医术不凡, 就这点本事还敢开药铺。 我看她也不过儿耳, 只好静伯侯夫人, 只是运气罢了。 韩氏鸡笑道, 江妈妈笑道, 呵呵, 亏得老爷信任她, 如今只等阿进那边的消息。 韩氏懒懒地已在大婴枕上, 老爷要给刘玉娘调理公寒之正,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让她有孕, 咱们也不用这般急切了, 静观其变吧。 夫人说得极是, 即便她有了深印, 能不能顺利生下还难说, 即便生了下来, 能不能养大也是个问题。 江妈妈凑圈道, 两人相视一笑, 提了一晚上的心, 总算可以落下, 真没想到, 林兰这个庸医却是帮了大忙。 年, 有条不紊地过着, 林兰也没有再去关心刘姨娘的事, 相信李扎爹自由主张, 他们夫妻逗, 她试试添点油, 加点柴火什么的就好了, 没必要去强出头。 银柳和白慧吵了一架后, 两人再见面, 便是冷眼对冷眼, 互不搭理。 林兰看在眼里, 只吩咐玉蓉要留心些, 别让他们再吵起来。 李明允过年得了三天假, 年初一, 祭天败祖, 年初二, 就带了林兰去了叶家, 给叶家大舅老爷拜年。 叶仙儿还在关禁闭, 一步步地踏出秀楼半步, 荣氏提前且见, 因为需要帮着婆母打理琐事。 荣氏见到林兰, 一脸地尴尬, 林兰只做什么也不知, 笑容温婉。 大舅老爷, 特意让徐福安来, 给明允和林兰请安。 明允随便问了几个问题, 徐福安回答得清楚明白, 是个机灵能干的。 林兰看着李明允, 两人会心一笑, 白慧的事儿终于可以定下了。 在叶家吃过午饭, 明允便带了林兰去静博侯府。 这是乔云熙的意思, 初二本是回门之日, 因着他娘家远在江南, 回去一趟不容易, 所以便邀了几位要好的, 跟他情形差不多的夫人, 去他家聚一聚。 马车上, 林兰捧着一匣子的宝贝, 感叹不已。 每次去大舅老爷家, 总是带这么多东西, 我当真很不好意思。 李明允瞧他那言不由衷的模样, 沈笑道, 哼, 是谁做个夜脸, 还在琢磨大舅老爷会给什么礼物来着? 林兰瞓他一眼, 义愤填膺地说, 那还不是因为你, 不知节制, 我不转移下你的注意力, 还不知你会折腾到什么时候去。 林兰说着, 揉了揉酸胀的腰, 忍不住又狠狠弯了他一眼。 李明允委屈道, 我难得几日休假, 不用早起。 可我得早起。 林兰比他更委屈, 大年三十的, 他说要守岁, 年初一又说新年第一天要有一个好的开始。 总之, 找各种理由折腾他, 他是年轻力壮, 精力充沛, 他哪里是他的对手, 只被他折磨得挨挨求饶。 林兰愤愤地想, 等他到了如狼似虎的年纪, 看他吃不吃得笑。 李明允瞅着他眼眶下泛起的青涩, 也知这几日他尾时辛苦了, 可是他太甜美, 叫人实在难以克制, 便搂着他, 在他耳边揉声道, 晚上, 我替你按摩。 不要。 林兰立马回绝, 上回他也说帮他按摩, 结果按着按着, 他就被按在了他身下, 死命地折磨。 李明允瞧他犹如惊弓之鸟, 不禁失笑, 也遇到, 真不要, 到时候可别求我啊。 一双手, 灵活地钻入衣巾, 握住了那方圆润, 时轻时重地揉捏着。 敏感的身子, 经不住这样的柔弄, 仿佛全身的力气, 都被小腹深处燃起的那团火, 给燃烧殆尽, 连男无力地推他, 娇喘微微。 这是在马车上, 也不怕外面人听见。 你忍着点, 就没人会听见。 他咬着他的耳垂, 含糊着。 不要这样, 待会儿我怎么见人? 连男羞确诊, 酥软的身体里, 已是充满了渴望, 然而理智告诉他, 这不是时候, 他还要去进伯侯府, 若是让人看出点什么来, 他还活不活了? 嘘, 别说话, 我会有分寸的。 因为连男的缘故, 他也看了一些医书, 据说两次月室中间, 是最容易怀孕的时候, 希望新的一年, 很快就有好消息。 到了静伯侯府, 连男再三确定, 自己的仪容没什么问题, 方才下马车。 李明云要扶他, 他一躲, 自己扶着车员下来, 脚一触地, 却是一阵酸软, 不由得弯了这个始作俑者一眼。 李明云直他恼了, 只一味陪笑。 进了府, 两人便分开了, 李明云去静伯侯那儿, 雷南进了内院。 乔云西今日邀请的人不多, 也就五六人, 冯淑敏也在, 还有几位夫人, 也是见过的, 算是相熟。 大家相互道喜, 含鲜了几句, 坐下吃茶。 冯淑敏低声抱怨道, 你也不来串门子, 珊儿都记惯你了。 珊儿是冯淑敏的儿子, 今年六岁, 长得虎头虎脑, 很是可爱。 李明云苦笑道, 我哪有你那么, 我哪有你这般自在, 没有公公婆婆老太太拘束着, 什么事都能自己说了算。 说的也是, 我虽自在, 却也长日无聊, 若非有珊儿, 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 冯淑敏亦是苦笑,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 各有各的苦处。 乔云西笑道, 你们俩聊什么呢, 大过年的还哀声叹气。 琳南婉儿, 我们再说侯爷夫人做了娘, 越发的名艳动人了, 我和林夫人呢, 是在自探俘虏。 乔云西笑臣道, 哼, 你要是羡慕, 便也早早生一个。 冯淑敏也笑道, 自探俘虏的是我啊, 你有什么资格, 瞧你那肌肤, 嫩得都能掐出水来了。 另一位夫人笑道, 可不是, 我听侯爷夫人说, 她是一直按照你的石部方子调养的, 越发的光彩照人。 李夫人, 你什么时候也替我们写个方子, 也让我们受益受益啊, 啊? 林兰趁机倒,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, 这石部的法子也自是不同, 等我的药铺开了张, 到时候你们来, 我一定替你们量身定制合适的石部方子。 乔云西倒, 哼, 你的药铺什么时候开张啊? 有些事还没准备好, 大概要到三月了。 林兰倒, 到时候一定通知我, 我好备一份开张大礼。 乔云西笑道, 那是一定的, 你不送, 我便上门来讨, 嘿嘿嘿。 林兰玩笑着说, 乔云西失笑, 你们瞧瞧, 她倒是吃定了我, 嘿嘿嘿。 先前那位夫人笑道, 李夫人替你调养得跟水葱似的, 这份大礼, 您还能少, 若是我们也得了这样的好处, 多大的礼, 我们也送。 众人一阵哄想, 什么送礼不送礼的, 我说着玩的, 虽说开的是药铺, 可药铺不一定就是治病, 我这儿可有不少美容养颜的方子,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, 嘿嘿, 林兰笑道, 在座的, 都是有身份地位的官家夫人, 不缺钱少事, 唯有青春美貌, 是千金难换, 无处可求。 听林兰这么一说, 无不心动, 纷纷表示, 到时候一定来捧场。 林兰有这等技能, 在诸多贵妇中十分吃香, 比她李家二少奶奶的身份, 还要引人瞩目, 几次聚会下来, 很快积累了超高的人气, 成为京城贵妇中炙手可热的人物。 我会想到你, 在诸多贵妇中, 在诸多贵妇中, 在诸多贵妇中,